头戴粉色安全帽长发披肩站在娃娃机台旁 手中拿着钥匙直接开启 先是四处张望确认四下无人后 就伸手进入机台内一一将物品放进袋子里 下方扫完换上方 几乎把里面的物品拿得精光 乍看之下以为是台主来换货 但其实他是一名窃贼 而且还是然而生 双手被上铐被三名远警压上警车 中性的穿着让一头长发相当显眼 以为可以眼人耳目方便行窃 误导远警办案 但还是逃不过发言 明明自己也是同行 却向同业伸出第三只手 新竹证明戴假发扮装的37岁男子 本身也是娃娃机业者 所以有类似的万用钥匙 机台像任意门一样都可以打开 28号凌晨2点多 他在新龙一街上的娃娃机店行窃 还自备大塑胶带 先是用钥匙打开机台 更改爪子的设定 开始操控轻松夹取物品 之后就连开两道门搜刮一空 甚至还用了同样的方法 连偷了其他两间店 偷来的商品加上现金 价值超过4万元 意图通通拿去变卖 原先调阅店内的监视器 发现是一名长发飘逸 头戴安全帽的女子 那经警方调阅周边监视器发现 是为一名真性犯险 那他所乔装的 除了戴假发想要混淆身份之外 还把车牌戴上口罩 企图躲避茶器 借着自己是同业 还扮装想谋混 以为不会被抓到 但犯行全都被拍到 这下想赖也赖不掉 TVBS新闻 陈世民 吴雨亚新竹采访报导 请大家订阅 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 国内大小事